哈囉大家好,我是李蜜 因為我玩了很多地切的桌遊 所以地切他們拿了一款新出的遊戲 鹿雁之戰來給我試玩 可以2到5個人玩 遊戲時間40分鐘到90分鐘 戰略類型的區域控制遊戲 特色呢在於它的節奏其實還蠻輕快 在每一個回合大家會輪流抽戰鬥指示物 抽了5個以後可以選擇說你要打什麼戰鬥指示物 大家都輪流打完以後揭開我們的戰鬥指示物 結算說你是防禦成功還是攻擊成功 但這塊地呢會屬於誰的 就會放上我們的控制指示物 遊戲結束的時候分數最高的玩家就獲勝了 還有一些手牌可以打 那你可以先打手牌再放戰鬥指示物 這個遊戲的策略 決於你一開始拿了哪一張名譽卡 這些名譽卡就是你的秘密目標 這些目標都會幫助你加很多的分數 決定了你自己的名譽之後 就要好好的去爭取你的名譽 在遊戲過程中 你們抽到的戰鬥指示物都非常的重要 放置方式就影響到你有沒有辦法 好好的守住你的領地 重要的是說你有一個詐騙指示物 可以隨便放在任何地方去哄騙別人 卡片的話其實很難拿到 因為一開始你只有三張 必須要佔領三個同一個領地的行程 才有辦法拿到領地卡 卡片使用的時機非常的重要 特別想要保護的地 特別想要攻擊的地 如果被很多人放了戰鬥指示物的話 你在選擇說可能會使用到這些卡片 卡片可以讓你去偷看一些人放的戰鬥指示物啊 或者是把它棄掉 卡片的能力是非常強大的 你使用的時機請務必要謹慎小心 鹿焰之戰呢我個人覺得跟冰與火之歌還蠻類似的 冰與火之歌他是去對你的軍隊下一些命令 像是攻擊啊防禦移動或者是收成 這個遊戲裡面他其實沒有對軍隊下指令的動作 可是呢他是可以讓你自由的運用這些兵力 陸軍可能想要攻擊或是防禦都可以 海軍的話就可以拿來做攻擊的動作 運用會比較自由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像沙姆萊 也是日本的主題 然後也是區域控制的遊戲 他每回合也會抽一些自己的小Token進來 然後看你要怎麼運用 主要攻打的對象呢是三種不同的建築物 就是他在某一個建築物的四周呢 有一些空格可以讓你放置兵力 他全部被放滿的時候 結算他同一種兵力的Token的數量 數字是最多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那個建築物給攻打下來 只要你能夠取得最多的建築物的話 你就可以在結束的時候得到他的分數板塊 分數板塊越多的人就會成為獲勝者 這個遊戲我們中間是要攻打這些不同的行程 可是沙姆萊呢是攻打不同的建築物 那這個遊戲的目的是不太一樣的 這兩款遊戲都是區域控制 然後說要去攻打一些土地的遊戲 主題呢跟遊戲的策略類型其實都還蠻類似的 路焰之戰呢他的難易度差不多是在中間的位置 沙姆萊呢會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初學者的話可以先玩沙姆萊 然後再玩這款路焰之戰 冰與火之歌他是複雜度比較高的遊戲 而且他的遊戲時間可能會非常的長 那如果路焰之戰玩得很上手了 那可以再去玩看冰與火之歌喔 總結來說呢這個遊戲我大概可以玩個七次以上 因為他有總共七個角色 然後每個角色他的特殊能力都不一樣 特色都不同 好啦我們今天路焰之戰的遊戲就介紹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蜜粉請記得幫我的影片按讚分享按訂閱喔 好啦謝謝大家掰掰